天气不错 天气晴朗无云 蓝天白云 很多人趁着空挡到户外走一走 有人在内湖的美梯公园 当时看到了双B轿车 感觉上很有情调 在欣赏夕阳的美景 照片PO到网路上 拉开来一看发现了问题 这个车子当时违规停在草皮上 网友痛批 车主真实 没有水准 蓝天白云还有一大片绿地 这里是台北市内湖的河滨公园 这在一片美景中 照片正中央出现了一台黑色双B轿车 似乎很有情调的在欣赏河岸风光 直接来到照片中的地点 我们发现轿车根本就是停在草皮上面 明显违法 双B轿车好霸气 直接通过自行车道把车停在草皮上 照片被路人拍下之后放上网路 被网友骂翻 有人说哪里帅又哪里有情调跟品味了 把车开到公园里面去就算了 还停在草地上 一点水准也没有 因为那田草皮都被那个 这样子会破坏生态吧 因为那是一个自行车步道嘛 那你车子开进来 万一之后很多人都跟着这样做的话 车子越来越多 小朋友骑车会更危险 其实有一点夸张 我觉得 路有车子走的路嘛 对不对 那互相尊重吧 翔爽浪漫 开车到河滨公园赏美景 真的要注意了 把车停到草皮上 根据台北市公园管理自制条例 最高可以被罚到六千块钱 到时候多有情调的气氛 恐怕也全都被破坏掉了 中文新闻张哲如谭瑞 台北三方报道